但是扣腿的动作,希望大家一会儿为主,不要高,除非你的腿部能力特别的好,好,接着我再讲。 扣腿是平的,主要手是怎样?手心是朝外的,但是两个手,这个手不是完全朝外,它要稍微有一个弧线,它有一个弧线,这样打开的,好,接着往下,好,扣脚,这个功夫转过来,大家看得清楚一点,功夫完了以后,扣脚平拉,不要做,扣脚, 大这个弧线,别那么重,对立不说还不好看,对立不说还不好看,所以这个动作就是一个平拉,扣脚平拉,在什么,不在眉,对不对,就刚刚讲过的嘛,是吧,对,好,扣脚平拉,这个层你都怎么样,你都扑不下去了,接着往下,从眉毛的地方往下, 一边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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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翻,翻到哪里,翻到腹筋的位置, 这个位置的这个位置就差不多就是跟你的,你地面有一点缺乏,然后再下去,翻出去,所以这个时候手腕一定要特别灵活,因为手腕不灵活,你做不了这个动作,如果你死死的把的这个动作,你变死死的手段,你看你做不了,所以这个时候手腕要怎样,你看,穿这,你看手腕的这个感觉,对吧,下穿,手腕要下去,然后再往下, 那整个的幅度没有办法啊,你看,一,二,三,就这么一点点,就在你的胸前这么一点点幅度就可以了,画一个小小的圆,画一个小小的圆,可以大幅度啊,不要造成这样的动作啊,这样动作不对啊,好, 看啊,好,再做一遍,你看,收回来,腰背立直,腰背立直,摆刻脚,转,收脚,踪腿,这个踪腿呢,好多人是正踪,对吧,是不是,斜一点,偏大概30度脚,因为你后面这个动作是斜点, 它是一百,差不多将近一百八十度这样的一个,一个角度,所以说断的时候应该是斜一点的,不要太斜,但是也不要太正,太正你可站不住,啊,你可是站不住的啊,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做这个,我刚才讲这个瀑布的时候,我就顺便把这个瀑布都讲了,嗯,32是建里头好像没有瀑布,42是建有,24是全有,下市, 42拳里也有下市,凡是下市的动作,这个动作也算是下市了,啊,瀑布穿电也算是下市的一个动作,凡是下市的动作,不管你下不下得去, 有的人能下去,挺好,就是那个柔韧性好,他能下去,啊,有的人下市下不去,是不是,公园里的好多老子老子来到下市的人就下不去, 但是下不去没关系,打握一个最主要的原则,就是你的身体不能变,懂这个意思吧,啊,如果我们拿剑的话,啊, 扣剑,我下不去,有的人就这样,哦,下不去靠头来帮忙,啊,不可以这样做,啊, 24是,扣剑完了以后,有的人下不去,这都不对的,啊,下不去可以,下不去,下不去是你腿的问题, 跟你上肢没问题,上肢一定要怎样,一定是正的,你可以不下去,但是上肢一定要正, 这个就是一个标题, 你太腰一立直了,其实就增加满度了,因为你上面一定直了以后就增加满度了, 可是你上面只要一胸,背骨一弹,那就完全就不对了,啊,那就不是太厉害, 老大人也能下,这么下, 踢个头下, 这踢个头下,说实话,头底晕的呢, 咱们一转一圈上来一会,对吧,所以要怎么样,你看, 下不去可以,但是怎么样,头一定要立起来, 对吧,这也不能进入, 这任何下室都是如此,啊,就是, 讲一个,其他都一样, 24是,42是,包括40, 这个32件,42件, 凡是下去的动作,就下室的动作, 没有特殊要求,一定都是头要立起来的, 好吧,就这个,啊,好,接着往下讲,啊, 这个瀑布的这个要求,啊, 好,登表完了以后,啊, 提西点键, 提西点键, 提西点键的时候呢, 记住一定要把那个键点清楚, 因为我们这里头, 并不点键, 虚不点键, 还有什么,提西点键, 啊,就一定要很清楚,啊, 好,走,这里是做什么, 反窗, 这是唯一的一个反窗, 一定要做清楚,啊, 这有一个反窗, 我帮你休息了一下, 没关系, 这样子, 没事,没事, 我就把他整个一圈讲完就完了, 好好好,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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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 我们直接往下啊, 好, 穿位本, 穿啊, 看呢, 在这儿看啊, 本身是到什么时候呢, 是随着你的坑不下去, 你同时穿, 同样的, 也是下式的动作, 从什么样, 不能低, 不能低啊, 你可以不下去, 但是不能低, 去多, 然后能下, 对吧, 所以我就不用了啊, 看位, 好, 摆, 看, 这边来, 好, 尾, 下面, 菠草巡舍, 下节节啊, 一定是从你的左腿, 渐渐斜向下方, 往前推出去, 这个腱的力量是在外侧, 对, 这个腱的外侧, 随着你的重心前移推, 腱往前推, 然后呢, 身体呢, 后背呢, 对了, 后背要有劲, 键推, 后背要有劲, 推到, 就好像这个键推到你的哪里啊, 推到你的后背一样的, 一样的道理啊, 好, 一个, 收回来, 收脚的时候, 你键推出去以后, 收脚的时候, 同时, 这样悬外, 悬过来, 手心投案, 对, 手心投案, 然后, 事情不接光项, 再推, 再推, 再往前推, 上哪里, 上飞, 好, 发力, 收脚, 上步, 刺激, 这个发力呢, 在我们的策略方, 再刀就可以了啊, 侧后方, 发力, 好, 追着, 他每一个发力完了以后, 都有一个松的一个动作, 这个发力完了以后, 是有一个什么样的, 又有一个手腕上的感觉, 就是一个松的一个动作啊, 手腕上的有感觉, 走, 一四十五度, 背肩有大概不太有这个动作, 好, 雲抹劲, 看我这一遍, 这一阵动作, 相当于四十二师徒们昨天讲的, 传说, 好几种啊, 剑法上, 有一个云剑, 有一个裹剑, 两个剑法合在一起的, 云剑, 抹剑, 啊, 抹剑前面有吧, 是吧, 你们刚才做那个带剑, 也就是那个带剑, 就是这样开始的, 一, 二, 这是这个云剑的后面, 就是加了这个剑法, 出去, 你看, 先云, 好, 看膜啊, 你看, 这是不是跟刚刚这个动作一样的, 到上面, 是吧, 收回来, 出去, 走, 先做云, 好, 你又不先不管云啊, 好, 看后面的这个膜, 是不是一样的, 所以说要举一反三, 它的剑是可以举抛的,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剑里头有两种剑法, 那么云剑呢, 云剑云剑, 就跟云手一样的, 云手过头吗, 有没有这么练云手的, 没有, 对吧, 都知道云手不过头, 就在眉毛一下说云手, 对吧, 那你们做云剑的时候, 为什么要过头呢, 你们好多人做云剑这么做的, 哦, 是不是, 是不是, 他脑子上铺鞭子一样的, 那个云剑啊, 要想到云手, 要想到云手啊, 所以说你的云手都不过头, 为什么剑要过头, 所以说云剑也是一样的, 你刚在哪里, 剑在眼前, 手在胸前, 就立完走了一个, 它剑跟这个手是不一样, 它云它有一个小花一样的, 它上面云, 就这样的, 就这样的一个云剑, 一个云剑, 所以说一定要记住, 现在, 你看, 走, 你看, 在哪里, 在这里的胸前, 你看, 出去以后收回来, 收到胸前, 然后慢慢下压在哪里, 胸前, 所以没有那么大, 也没有那么那个啊, 好, 还是讲云啊, 云, 然后再向前推出去剥, 说, 下面也是一样的, 出去, 这种出去啊, 也是刚刚说过的, 没有特殊要求, 这个没有特殊要求, 你的左脚往左前方上, 这应该往哪, 右前方啊, 不能超过, 但是有的人这么做啊, 就是尤其这一串啊, 对说, 是不是, 你说这就出去了, 啊, 昨天不是讲过的吗, 太极拳, 在起手的时候, 左手左前方45度, 右手右前方45度, 是为什么, 其实就是为了让它成一个半缘起, 剑是一样的道理, 啊, 剑是一样的道理, 做完了以后, 只要是两个手打开的动作, 它都是什么, 是要求你要怎么手啊, 不是, 我们如果说是按刻度来讲, 左手45度, 右手45度, 那是没有办法, 就觉得好像你们给你们标一个刻度, 45度, 45度, 你们很清楚, 就能够很明白, 但其实呢, 我们, 咱们真正练态力全人来讲, 没有按角度讲了, 都是你起手, 以你的肩, 肩窝这一块, 呈圆弧状, 大了, 不成圆弧, 小了, 出现家脚, 就是这个意思, 啊, 我们的肩也是一样的, 不管你的身体往哪儿走, 你的肩只要一起来, 它都是成什么, 半圆状, 手永远都是成半圆状, 如果我的, 我可能我现在这个角在这, 那如果我换一下呢, 我的角在这个位置呢, 那我是不是也是一样, 也跟着一起转, 对吧, 所以说呢, 手是永远跟着身体走的, 所以你一起手跟着身体, 身体哪个方向, 抬手起来, 左四十五度右四度, 就是要成一个半圆状, 就可以了, 就是对的, 就是好看的, 超过这个度数, 就不对, 就大了, 散了, 低于这个度数, 就怎么样, 加减, 就小了, 啊, 就把握这个圆状, 其实太阶前你要说它, 不好练是不好练, 但是你要掌握它的规律, 也好那个, 也好掌握, 但是就是你要把这些规律, 运用到每一个动作上去, 这就比较不, 啊, 就比较难, 好, 接着往下啊, 哎, 这里你看这里, 打开以后都是成什么, 四十五度一个半圆状, 对吧, 好, 然后也是一样的, 云, 看, 在哪里云, 没有不正高, 是吧, 只要在头上, 手在哪里, 在胸前, 对, 剑在脸前, 好, 然后做一个什么, 抹剑, 抹剑要有一个抱, 有一个合抱, 合抱的一个动作, 那么, 这串动作呢, 还有一个就是脚, 当然可能不是很清楚, 这个脚法在, 在那个, 成样物身里头都很少见, 还都很少见, 我们讲的是, 上部, 它不是根部, 它是一个交叉部, 上部完了以后, 交叉部, 在我们这个42和32里头, 常有这样的动作, 比如前面前刺, 是不是这样的动作, 一样的, 只不过前刺是什么, 是正对前方, 你做的, 下压, 这个动作呢, 是侧的, 道理是一样, 人理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一个正前方, 一个侧的, 你看, 我们做这个时候, 是什么, 是正前方, 对吧, 如果我把这个动作, 侧再来, 还是一样这个动作, 你看, 双部, 还是一样的吧, 对吧, 只不过你快快, 就转过来了而已, 一模一样的, 就是你只要会做这个动作, 你就侧面体会这个动作, 就一样的, 千万不要故意去, 给自己再加点码, 有的人做这个, 他做的特别好看, 把那个舞蹈动作都能加进去, 做出来的都有, 什么样的都那个, 所以说, 我们这个动作一定要清楚, 他这个动作就是要做这个, 清明, 缘和, 缘卓, 就这一串, 清楚吗, 这一块, 下面下面都清楚了, 好, 我们接着往下讲了, 好, 接着, 和审, 这个是没有变化的, 跟前面的变化一样, 然后, 西部, 过, 这里叫西部, 挂起, 挂起, 它真的是个平衡, 所以前面这个西部, 一定是个挂件的动作, 但是不要停在这, 有的人是停在这, 然后再起来, 没有, 停是停后面, 前面是个过渡动作, 前面是个, 上部, 打, 停是停后面, 不是这个前面的动作, 而且这个歇不下去, 不要全下, 你全蹲, 你就起来了, 半蹲, 半蹲, 我们完了以后, 挂, 起, 先驱针, 代表着怎么样, 先蹲, 后驱腿, 记住这个, 先蹲, 上部, 点剑, 收回, 发力, 这个地方发力, 要讲一下, 这个技术, 陈塞泰以前的, 开始踩里头的动作, 但是有很多人在练这个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是因为, 看路向的原因, 还是怎么样, 好多人会加一个托子, 什么叫托子, 收回, 是不是, 后脚会脱一样, 陈塞泰以前里头, 也没有这样的动作, 你看陈塞梅老师, 陈塞梅老师, 他们练成时的时候, 都没有这样的动作, 没有塞梅老师, 发力是靠腰, 不是靠肚子掺带耳群的动作, 不用像这样的动作的话, 其实在实际比赛, 我们是要扣的, 要扣分的, 只是你脚底下是不干净的, 这是发力, 发在你的腰上, 这有机会的, 这有机会的, 塞梅老师, 好吗, 都可以了, 好, 那你三级三转, 三转做一遍, 再做一遍, 你三转做哪里干净? 每个战盯, 先生, 我再做一点啊, 行过, 去比较, 哦, 是, 对, 这样, 不够的问题, 好, 好, 拍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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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13代签成了吗? 13代其实123代,他讲的时候,你们都会吃饭。 你回来以后,你可能会另外一回事,好吗? 这要说我们的话,他们有关系。 好,先试一下。 先试一下,先试一下啊。 一边退步一边挖花 抖手要合到右手上 这是同时做的 不能说做成退步再挖花再挖手 也不能做成退步挖花挖手 也不能说先挖花再退步 这三个都是同时的 退步挖花挖手之同时 蹲下来 然后再挖手 往下挖手 退步挖花挖手 然后再嘴角看右脚脸 你看看 退步 嘴角看右脚脸 就学过来了 而且它特别的流畅 然后再来流畅 脚底下应该是自己的脚 脚底下应该是自己的脚 那么绝对 好 接着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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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里以后 正正前后 然后 然后 走到腰间 然后下上去 看啊 转过来了以后 收到腰间 然后下上去 从小时从这几时都没离开啊 从这里开始挖花以后就没有离开 转过来 转过来 到腰间 然后转过来 吹上去 我手没离开过 没有这样分开啊 一直在我们说这个手腕的位置上 一直在手腕的位置上啊 要给你点花来了 好 从高带低 先驱踹 驱踹 转过来 挂箭 一个 两个 对 改箭 这是一个点箭 对吧 这一点箭是斜的 斜的 这啥一定要清楚 挂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手打开 第四个 温点 啊 温点 新去吧 愉快啊 接着 然后 白转封件 喜欢讲啊 白转封 手手合上去 白转封件 白转封件 上部打凉 不是根部打凉 叫上部打凉 上部打凉 这个时候的脚 天天打白地 然后两个手打开 定直入手心是朝外的 看到没 手心是朝外的 一个马箭 一个箭 一定是这样 朝外的 转 转封件 又是一个 封件 所以封件在我们 是最后一段里头 出现了两次 第一个 灯 转封 再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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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件哈 在这个鞋 在这个鞋子的时候 如果你们看过我讲的那个 刺山是金奖 有没有人看过 刺山是金奖 你刚才能讲过这个动作啊 这个动作 鞋子出去的时候 不能翻 不能背屁股 不能翻身 只是你的鞋子 你只是手腕翻 身体不能变 身体是立着的 身体是立着的 起 手腕翻 看见没有 身体动不动 手腕翻 对吧 你的手能翻多少 翻不了就不要 用身体去帮忙 不可以 走 移动心扣脚 拉回来 拉回来 扒到哪里 不要这样 不要做这样 不要过头 拉回来 胸前翻 对 收回来 胸前翻 我之前 从头到尾都在讲 不特殊情况 没有特殊说明 剑不可以过没 对吧 不可以过没 驱回来 你想把剑能够收回来 就走关节 就必须得要先下来 肘得先下来 肘放在上面 你就没办法下来 对吧 收回 转 一转的话 见到哪里了 就到谱了 收的时候是在胸 见一摆 就到哪里 到谱了 对 好 这个动作也是同样的 两种做法 一种做法扣完了以后 直接这样转 一种 第二种做法 扣完以后不转 最后扣完脚 都可以 这两种做法都可以 就之前讲过的 还是跟93年的技术会有关系 吃完以后 走 扣脚 还是不要大 不要胃了 这个动作要幅度大 这么大的一个动作 没有 不要那么大 动作在饱满 不在大 所有太体拳的动作 要求的是饱满 而不是说大 没有哪一个人说 菜籍前要练得那么大的 都是要求练得非常饱满 好 走 不用大 还是没有过什么 过自己的眉 对吧 转 挖 拉起来 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动作一样的 不允许特别大 好 再看我做一遍 扣脚 转腰 腰爪的动作 走 积极起 好 下面的动作看一遍 走 一 二 三 四 五 白头 挑出社会 这一次啊 这一段的动作 是八卦的动作 八卦掌 真的讲八十八分 这会儿的一点 详细 他讲一遍 他讲一遍 一遍 你听着还算 你 你用个措施 用力做的 好 那次啊 好 最后的按钮 我看你们听着 你犯了 第一步 左前方四十五度 第二步 正前方白脚 正前方 第三步 右前方侧面 第四步 对着你的正面 第五步 快穿到了 一百一扣 好 然后再出来就可以啊 所以他严格的 就是一个穿 正好转过来 他就是摆 扣 这一串 完全就是 八卦掌 动作 八卦掌的动作 手上的动作呢 穿 小心朝上 小心朝上 先往前 往下 对 打开 就可以了 保持这个姿势 现在有两种做法 一种是提前摆好 就是你在做步骤的时候啊 提前把这个摆好 然后就单独转手 单独转手这么做啊 还有一种呢 就是 一 二 三 四 你做到哪里 手到哪里 我是习惯做后面这一种 因为我的习惯于手跟脚的配合 要在一起啊 用手跟脚的配合的话 因为第一种就不用说了 第一种你摆好了 只做脚 比较简单 第二种的手脚配合呢 你就要求 上步 第一步是 穿 第二步 到这儿 第三步 下来 第四步 来 第五步 转 然后再做 白腿啊 第五步的时候呢 在上步的时候 你剑要向左摆 为什么 还是用拧毛巾的原理 因为你的剑往左摆 身体是往什么 也是往左对吧 你才能够到时候坐的时候 你的脚怎么 起得来 反正的话 你的剑是松的 你就不好起腿 啊 就是不好起腿啊 所以说 最后一步的时候 哎 对为重心往前 再往左摆 然后 穿起就可以了 这样是什么 云剑 就一个云剑 云剑刚刚说的 不能过头对吧 不能这么去做 不能有的人 这么去做啊 既然是云剑 就一定知道怎么 面前 就这么 他就这么很小 就这么一点点 就可以了 就一点点 就行了 要求剑跟腿同时完成 那有的人可能完成不了 人家说 先把剑做完了 再做腿 人家说把腿做完了 把剑随便扶一下 就可以了 如果锻炼身体的话 倒没有说太大的关系 但如果是比赛的话 尽量按照 剑跟腿一起完成 剑跟腿一起完成 就一起穿 你现在完成了 那个脚 刚好收完 刚好收完 好 下面动作啊 好 往下走 剑先压下去 公布皮剑 公布皮剑 剑到耳朵的位置上 然后 公布 下进 下进 现在不要做成什么样的 有的人这个腿没力量 控不住 实际就把这个公布就做好了 然后单独再去做手 这个就是 你说扣分吧 也不扣分 也不扣分 但是如果从肚子的完成度来讲的话 那自然是没有前则好 如果同样两个选手这么做的话 我肯定是前面那个人的效果 也就是说 啪 做完了以后能控制得住 然后 左 走 重心的移动跟手的配合要一起完成 然后再收回来 向前刺剑 收回 不起脚 把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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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扳出去 好 然后再收拾 收拾的时候呢 往前 往前收拾 对 往前收 对 最后一段字一遍 好吧 Cou Phi 好 在我 自己安静 吃 也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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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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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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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憐 好可憐 好可憐